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是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么战争的普遍原因大概有这样四类 第一种情况叫做为了生存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体系它是一个非政府体系 什么叫非政府就是没有一个中央权威 而我们在国内它是有政府体系 而这样的话一方面它能保证这个社会的分工 更重要的在于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什么危机啊 什么动乱啊 什么犯罪啊 违法行为 它有这样一个人来出面干涉 但是国际社会上它没有这样一个中央权威 那所以这些国家它就只能自住 而不是他住 更不是住他 这样的条件之下 再加上我们所有国家都不能知道对方的意图 我们都不是独心者啊 那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意图 再加上这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那么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就是我只能先按最坏的情况来假设对方 你想一想我不知道对方的意图 我把它假设成敌人还是朋友比较合适 那肯定是要假设成敌人比较好 因为我如果把一个朋友当成了敌人 那么我最多就是失去一个朋友 但是如果我把一个朋友 我把一个敌人当成了朋友 我对他不警惕不设防 最后呢就有可能被这个敌人给灭掉 所以是这个国际关系的环境 逼迫所有国家 我就要以人为敌 我就要以林为鹤 我就要小人之心 所以我才能生存 所以这是国际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种情况叫做国家目标冲突 生存它当然毫无疑问 它是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目标 国家它还有其他很多目标 我们简单来说 国家的目标可以被分成三类 那么第一类叫做领土扩张 这个相信很好理解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 我们都希望自己活动和生存的空间越大越好 我是一个人 我希望我住更大的房子 我一个国家 我就希望我有更大的领土 那甚至这个情况发展到一个极端的状况 比如像希特勒 他就是说我要用德国的剑 为德国的梨来获取土地 因为我德国的种族空间太小 那么第二种国家目标叫做扩大影响 其实就是使用自己的权力 我们中国清末的李鸿章 有一句名言叫做 身怀利器杀心自弃 你说我一个国家的国力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不想扩大自己的影响 我不想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 我不想把我的价值观和文化宣传出去 这个很难 所以权力的定义 其实在现实主义看来就是 我要你做什么事 你不得不做 我有这样一种能力 当然还有其他的定义 这个我们讲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再讲 那可见这也是一种国家目标 那么国家还有第三种目标 叫做影响世界经济的分工 这一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这个论述的非常完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那么你这样国家这三种目标放在一起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 不同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目标 它就出现了冲突 你想在这里殖民 我也想 你想在这里宣传你的信仰 我也想 你想把这里变成你的市场 我也想 那这样国家的目标就冲突了 那么这就是第二种原因 那么第三种原因叫做被拖入战争 有的时候国家他自己不想打仗 但是由于他跟其他国家签订了同盟条约 尤其是集体安全条约 什么叫集体安全呢 就是我们连成一个集体 任何对我们集体中一员的攻击 都将被视为对整个集体的攻击 这叫做集体安全 我们在后面还要讲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旦你的盟友 或者是至少一个跟你有传统友谊的国家 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攻击 那你就必须要为你的盟友而战 那比如一战就是这种情况 德国 奥匈帝国 意大利 这个罗马尼亚 他结成一个军事同盟 英国 法国 俄国等等 他结成一个军事同盟 那么奥匈帝国跟塞尔维亚一旦开战 那其他的国家全都被卷进来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 他还有别的原因 那么第四种原因叫做维护生育 就是我也许生存没有面临威胁 我的国家目标也没有遇到障碍 同时我也没有盟友连累我 把我拖入战争 但是我曾经说过一个什么话 那现在我必须要维护 我说过的这个话 要不然我的这个信誉就没有了 那我往后再做出一些威胁 或者承诺的时候 他就不可信了 所以我现在进行战争 他再大的成本 他不会比我丧失生育的成本 更可怕 那所以我就要战争 那比如我们中国这个 东汉末年的时候 刘备他标榜自己 就是一个仁义之君 他要吉人所吉 那这样的话 曹操他去攻打陶迁 他刘备只有几千兵马 他也必须要去救嘛 那当然这个后来 由于吕布偷袭曹操的后方 曹操退兵了 他成功了 但是从一开始的状态来看 这个你用几千兵马去救陶迁 这个事情是不理智的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你不去救他的话 你不跟曹操发生战争的话 那你往后 你再标榜自己 他就没有人相信了 你就不能再说自己是一个仁义之君 所以这是第四种情况 那么我们反过头来看 十七世纪初的欧洲 我们就会发现 这四种情况全都存在 首先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民族君主国家 它一形成 主权的观念慢慢出现 这样一来的话 就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 也就是这个教皇政府 他管不住这些国家 那这个无政府的状态就慢慢出现了 那么第二一个 就大家都是这个宗教国家 那我们讲过宗教改革 就有的国家 它已经信新教了 有的国家 它仍然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 那大家都想宣传自己的宗教 这就是国家目标有冲突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要维护我自己国家的安全 其他又有那么多的主权国家 我要考虑一个结盟的问题 那你这一结盟 你就有被盟友 拖入战争的一个风险 那么最后 你既然是为宗教而战嘛 那你为信仰而战嘛 那你是不能投降的 那你是不能退出的 那么要不然的话 那你就是伪信徒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能明白 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跟战争存在的原因 完全一致 那我们具体来看 首先在这个十七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现在的德意志和奥地利 这样一个范围 它本身是一个大帝国 它里面有三百多个诸侯国 各自为政 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就 也不得不感慨一下 这个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啊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它在战国时期 整个岛屿 大概分成了两百左右个国家 那你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它分成了三百个 有大有小 那同时 这三百多个国家里面 有的国家已经改信新教了 你像加尔文教 像路德教 那其他国家 它仍然是这个 天主教的传统国家 那么这样一来 就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 他的皇帝 他是站在天主教一边的 包括这个传统的 像西班牙 像这个罗马教廷 还有一些波兰的贵族 他都是站在这个 天主教一边的 那像这个英国 荷兰 瑞典 法国 丹麦等等 这些新教国家 那他们自然是要支持 这个新教的德意志 里面这些邦国的 它有一种天然的 一种亲切感 那实质上在17世纪初 整个欧洲围绕德意志 这些邦国的信仰问题 还有德意志帝国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统治问题 它就形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是以斐特列四世为首的 新教阵营 一个是以马克西 米利安一世为首的 天主教阵营 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恰如其分 又发生了一个 这个智出窗外事件 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 波西米亚这个地方的人民 他跟这个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曾经有过一个协议 叫做大诏书 就是我这个地方 波西米亚 也就是现在的捷克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地方的人民 他有自己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 但是到了1618年的时候 这个斐迪南 担任捷克国王之后 他否认这个大诏书 他不允许你有这个自由 那所以到1618年的时候 波西米亚的人民 他就起义 那么起义之后 这个斐迪南 他就派了两个钦差 去跟这些起义的人谈判 那么按照古老的规定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古老的规定 为什么那么奇怪 这个波西米亚的起义者 就把这两名钦差 从二十多米高的楼房上 扔了下去 这就叫做智出窗外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一发生 它刺激到了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这个王朝也是一个天主教王朝 那么奥地利就想派兵 把这个捷克这个地方的起义 给扑灭掉 这个时候三十年战争就正式开始 所以它相当于一个导火索 那么这个三十年战争 它基本上分成这么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 波西米亚阶段 主要就是这些 波西米亚的起义者 跟这个天主教同盟在作战 我们刚才谈到 像西班牙 奥地利 波兰 罗马教廷 这都是站在这个 天主教一边的 其中发生了一场战役 叫做白山战役 由于这个西班牙军队的 突然出现 打得起义者 措手不及 其实这个时候 有一个新教国家 叫荷兰 它其实是想帮助 这个波西米亚的起义者 但是由于西班牙的军队 实在太过神速 所以迅雷不及眼耳 就把这个起义者给扑灭了 所以荷兰的支持没有到位 那么波西米亚阶段 结束之后 这个新教同盟 它就面临一个瓦解的危险 这个时候有一个国家 它挑起了这个大梁 凝聚了这个新教同盟 这个国家就是丹麦 所以在波西米亚的起义者 被扑灭之后 马上战争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叫做丹麦阶段 但是丹麦这个国家 一是它比较小 独木南福江青之大厦 很快又被天主教同盟给打败了 打败之后签订了一个条约 这个丹麦永久退出对德意志事务的干涉 丹麦就退出了三十年战争 那么然后第三阶段就进入了瑞典阶段 我们知道瑞典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北欧国家 它长途跋涉来到欧洲本土作战 其实我相信 比较有心的朋友 现在已经发现了 新教同盟他们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战术性错误 叫做天油加醋战术 就是我一根直头 一根直头的去戳别人的一个拳头 而不是攥成一个拳头 直接给对方打击 它的集群效应没有发挥 所以它一个一个的上 比如瑞典 一来离自己的本土太远 二来又没有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 甚至连国王都在这个战争中战死沙场 所以瑞典最后没有办法 也退回了北欧 其实这个时候 新教同盟已经几乎瓦解冰消 一些新教德意志国家就想说 不行我们还是跟着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主流信仰算了 我们就不要再闹了 大家想一想 这种情况谁最不愿意看到 肯定是法国 为什么呢 它西边有一个天主教国家是西班牙 它南边是罗马教廷 它东边如果再出现一个天主教的统一意识形态的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话 它这个地缘就太不利了 所以法国及时的参加了战争 那么法国的参战就让这整个战局大不为相同 我们想一想 波西米亚小国寡民 丹麦独木南福 瑞典劳师远征 都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成功的脱 把这个天主教同盟军给脱得非常疲惫 所以法国它相当于一支生力军 它一进入战场 马上摧枯拉朽 把西班牙呀 奥地利呀这些军队全都赶出了这个德意志战场 风光一时无两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天主教同盟实在是这个没有力量再团结起来 把法国给暗蔑 所以就要求和谈 其实新教同盟这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已经打了二十多年 这个时候从1918年一直打到了 这个1618年一直打到了1643年 打了25年 双方就想做起来谈判 来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这一谈就谈了五年多 那么这场谈判 又谈了哪些内容 它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